火箭少女艾蜜自曝遭老板羞辱长的丑 杨超越发文气到手抖 7月21 前火箭少女101队长艾蜜在社交平台发文声讨自家老板 并晒出公司内部会议录音 该音频中 其公司老板徐明朝在员工大会上羞辱艾蜜 称艾蜜丑到让他认不了 没有价值 唱歌难听 甚至逼预会者认同他的种种观点 言语十分激烈 徐明朝从头至尾都在攻击艾蜜的外貌 对女生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不得不说遇上这样的老板实在是令人心坦 知情人士透露 艾蜜与其老板徐明朝经常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艾蜜在发文中自戳伤疤 直言着自己这些年的恐惧和自卑 随后 前火箭少女101的成员都纷纷出来力听艾蜜 甚至直言自己真的被气到手抖 虽然火箭少女101已经解散 但是违规女孩还在 她们团魂还在 她们绝不允许自己任何一个姐妹受欺负